好 那另外一方面再来看到呢 是燕门的胡塞组织在5月30号表示 对部署在鸿海美国海军艾森豪号 发动了飞弹攻击 并且表示美英朗军队 燕门首都等地发动有六次空袭 造成16个人死亡 41个人受伤 但是美国国防部表示这个消息不实 请教蔡委员 当然不实是最好啦 如果史多亚航空母舰 被一个游击对视的军队打中了 这个连往那边摆啊 这已经不是对错是非 真的假的 这是面词问题 我大美国美利坚共和国的 这么大的航空母舰 竟然被一个小朋友用弹弓给打挂了 真的是弹弓 这个以后 美国总统连往那边摆 所以其实真的有 也要把它掩盖起来 那因为没有露营 就是我们通常可以在VD另外一种软体上面 看到这个战争的实况影片 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一则影片 没有这一则视频 所以我们说 当作有待观察一个消息 但是美国总统要选举 那美国总统也不想让这个火烧得太大 又没有办法阻止他继续烧下去 加萨佐郎这样的死的人数 也许纳坦雅胡心中说这还太少了 不是吗 纳坦雅胡讲的话的口气就这样子 所以韩兵兄讲对了 纳坦雅胡从头到尾就是要把你打到底 把你哈马斯消灭了一干二军 他才肯罢休 问题哈马斯都躲在难民里面 不像乌克兰说军人 把难民遣走了 自己跟你打 他现在已经不是原则上不是场战争了 如果说战争实在是太夸大了 他就是一个政府军在追击一个什么 正在跑路中的流亡军队嘛 所以像讲起来像镇压比较实际 镇压根本不应该用这么不划分平民 对不对 跟被镇压对象 或者有人在清乡 也不应该这样的地步了 所以纳坦雅胡被国际刑事法院 通气也只是刚好而已 可是问题是没有美国 这个策略对以色列的支持 巴勒斯坦人只是继续往灾难部分去走 美国支持以色列到什么程度 到了说哈佛大学竟然说 那个反以色列的学生 我们不发逼业证书给他 这什么 我以校友身为我那天写信回去骂 这什么道理 让他今天回去还没有任何回信 你写信回去骂 你小心你博士都被取消 放心 铁的 对啊 已经太夸张了 做得太过度了 说不科技一点 以色列跟你美国什么关系啊 你爷爷啊 还是什么 还是你干爸爸 太荒唐了嘛 支持一个国家有需要制造这种地步吗 你美国以前打第二次世界大灾的支持法国也没到这种地步啊 那你怎么以色列突然变成这样 说难听一点跟国家没有关系 跟政客个人的利益有关系嘛 就是哎呀 因为以色列财团财大四大 我要选美国总统啊 他们捐那么多钱给我啊 我总该出卖一点灵魂啊 满足他们的需求 就这样子而已啊 跟魔鬼打交道不是吗 所以现在美国几乎就像是 弹钉写的那个地域的景象 实在是人心不古啊 但是这一场哦 也要给我们很大一个警讯 乌克兰战争 你说泽伦斯基没有责任 我不相信 以哈战争 你说哈马斯没有责任 我也不相信 那现在台湾啊 如果台海战争 你说你民进党跟賴清德没有责任 那讲给谁听啊 一样的道理嘛 韩辉职是我们中国的经典哦 他怎么讲 国小 国家你如果不是国民小学 国家如果很小 你就不要去扭大的 如果国家比人家弱 你就不要惹强的 可是很多民进党讲说 做台湾人敢有尊严嘛 你在说什么 你先写遗书啊 这干嘛叫那个地县的士兵写遗书啊 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情是谁惹出来谁收拾啊 你不能说惹事情来没有责任啊 我一定他打我 责任都完全在他 问题是谁在承担 你哈马斯闯了或不是都是你自己的巴勒斯兰难民啊 我们顶多能够同情你啊 现在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有谁在制裁以色列 没有啊 都说我支持巴勒斯兰成立新国家 能成立吗 答案是否定的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可是呢 包括中国战略为什么要讲说要来让巴勒斯兰成立为一个新的国家呢 是要给美国跟以色列压力 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标的可以给他们压力的标的 那由这个压力来取得谈判筹码 可是有人真的要给以色列压力吗 禁运也没有 没有 制裁也没有 通通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他们 连自己阿拉伯国家也没有人对以色列禁运或者制裁 通通没有 那你看见什么没有 我只能说 看到一个很不公平的世界 可是这世界本来很不公平啊 你以为如果台海战争 我们处境会比巴勒斯兰好吗 会吗 你确定 先讲清楚哦 有人说哎呀 我们一定比乌克兰好 你在讲什么 对啊 你在讲什么 那是谁 露出来了 不是你赖金德 嘴秋 啊 你嘴秋 你没支持赖金德台独分子 嘴秋 你有什么本事 你也没本事啊 你有什么实力 你以为你实力比哈巴斯抢啊 好笑哦 你现在这国君弟兄 你一个月给人家几万块 就叫人家去卖命 去死啊 那好啊 林非凡一个月二十万啊 你叫他先签啊 签遗俗啊 对像国家动不动作 军人领国家的薪水 就要为国家去牺牲 你在讲什么 你赖金德没领国家薪水是吧 你林非凡没有领吗 那个小屁孩一个月就二十万啊 我们军人干一辈子有多少人可以二十万 你告诉我 林非凡还可不当兵啊 那你什么你拿一些穷孩子去去 你说为国家而战是光荣的 那我也觉得还有点道理 你觉得你现在为这个国家而战 你是光荣的吗 而且更难听一点的 林非凡可能未来会有很庞大的退休金 公务员退休金 请问你这些小阿兵哥 签了一熟十了以后你们家屎也把你养啊 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搞不好又来个蔡英文 再砍你们退休金一次 所以说 不要信那些傻话 不要信那些傻话 那金门马祖的阿兵哥是如此 你我们台湾的军队就 有足够的武器可以保护自己吗 军队有足够武器保护自己 我讲自己是军队自己啊 军队如果都不能活存 我现在还怎么保护老百姓 而且说难听 你真的是在保护老百姓吗 还是只保护民进党那些人 保护林非凡继续每隔一年二十万 那如果是这样大家算了吧 不是吗 你没有办法给他这个一个理由吧 为谁卖命 本来就是啊 对 那像那个拜登那 为了选举为了掌权 他当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啊 可是他能够兑现吗 他一个也不会兑现 反正政客就是要选票拿到的时候 就骗你一辈子 民进党不是这样干的吗 继续骗下去 不止